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目前除了冻结其旗下资金外 还没有进一步的处罚或者公布 虽然当事人张婷已转发公司声明合法经营的动态 仪表底气 但不少网友仍然直言一点都不意外 周遇被查了 说起来做演员时 张婷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和塑造的角色大受观众喜爱 林润阳也曾被称是台湾第一小生 两人在娱乐圈可谓是风头正旺 可为何夫妻俩踏上商业之路并做强做大以后 口碑褒贬不一 三天两头引发质疑 败掉不上好感哦 看看他们做的这八件事情就知道了 1998年张婷28岁 这是令她难忘的一年 为了一个男人 他被迫召开记者会 并当众哭得形象全无 最后被工作人员缠扶离开 张婷的演艺之路可以说是比很多明星要顺利 18岁时在街上被行探看中 一去世纪便轻松拿下了几个广告 一年后就有电视剧导演邀请她演戏 1989年张婷出演第一部电视剧 1990年出演第一部电影 之后合作的表示 赵雅之 郑少秋这样的影视圈前辈 一路发展顺风顺水 偶然的机会下 张婷和台湾第一小生林润阳有了合作 林润阳对张婷的印象极好 所以拍戏时就特别照顾这个小妹妹 张婷也称呼她为林大哥 只是两人的情谊似乎从戏里延续到了戏外 1998年的某天 张婷 林润阳被媒体拍到牵手约会 一时之间两人被推向 风口浪尖 张婷的形象第一次受到影响 因为林润阳当时已有家事 张婷被质疑是别人婚姻中的介入者 不堪压力 张婷只好召开记者会为自己澄清 她一边猜泪 一边直言自己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 还说 真是欺人太甚 你们看不到我这么努力吗 事发一段时间内 张婷和林润阳的一番表态 让大家一度认为两人是被误会了 张婷表示自己跟林润阳没有太多的交集 更不可能嫁给林润阳 林润阳也直言自己 只有一位太太就是曾哲珍 不过后来林润阳和老婆的确离了婚之后不久 又高调的向张婷多次求婚 最后张婷还是答应了 夫妻俩随时在镜头前秀恩爱 就让人看着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后来林润阳的前妻曾哲珍发文包含深意 与张婷而言没和已婚男人保持戒线实在不该 与林润阳而言明明有家还要张花惹草 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虽然三个人的感情 世界 真相如何 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 但是张婷和林润阳的婚姻上 最初就很不被看好和祝福 甚至因此两人败掉了不少好感 很多娱乐圈的明星 甚至娱乐圈的复杂 所以并不想让孩子出现在镜头之下 但张婷不一样 她的女儿在公众面前葛维士 频繁曝光和林润阳结婚以后 张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她生育后代 但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自然怀孕 她不得补通过其他的医学的辅助帮助怀孕 为了怀上孩子 张婷打了一千多次排卵针 九次试管婴儿手术之后 她才最终在39岁高龄 泼妇产下一女 从这件事看 她固然是不容易的 固然是个坚强而伟大的母亲 但女儿长大以后 在夫妻俩搞事业的路上 她也给了一臂之力 之所以张婷女儿的长相经常被网友议论 就是因为孩子过早曝光在大众事业中 虽然张婷够坦然面对 但对于孩子而言 从小就遭受到争议 无疑是必大于利益的 况且张婷在推荐自家的产品时 也会拿女儿说是 我是为了我的女儿才研发了这个产品 我想给她最好的 不少观众一看 可怜天下父母性 很容易引发共鸣 当然这是张婷的真心话 还是所谓的营销说辞 我们就不清楚了 不过拉着孩子一起搞事业的这种说法 的确让很多家长们难以理解 张婷和林瑞阳夫妻俩 如今的事业之大 是众人有目共睹的 但是每次大型活动的视频 一发出总是备受质疑 众人看不懂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 比如林瑞阳61岁生日时 被一堆女员工包围 占到了CV 而老婆张婷则担心跪地在林瑞阳面前 抬头仰望着她 手上笔着爱心的手势 虽然林瑞阳之后有发文说明 但看到此画面时 有的网友感到甜度满满 更多的是觉得这种行为 是否有点太过了 而这样的行为 发生在林瑞阳张婷的公司里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林瑞阳为员工呈舟 员工半蹲甚至下跪 接舟的事就引发热议 视频中的确不止一位女员工 出此行为 按理来说 一般是晚辈对长辈才这样 虽然林瑞阳看起来满头白发 但她年纪其实也不算大 不止和员工之间这样相处 是该说亲切 还是该说架子大 事后有员工解释到 因为林瑞阳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所以才半蹲结果粥 并没有故意下跪的意思 但这件事情 已经对夫妻俩的口碑造成了影响 加之林瑞阳私下和女员工们 互动十分亲密 甚至不法有牵手等行为 张婷看后却表示 都是一家人 这样的雇佣关系 真是让人看不懂 张婷上一次做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事 恐怕就是在直播间痛哭 表达自己的生活不易了吧 当天因为袁隆平去世 很多平台上和个人 都停止了类似直播这样的活动 可是张婷依然现身直播间 虽然先是带着团队悼念 袁隆平可是之后依然活力十足的 带起了火 其中还不乏家房洗背 不少网友看后便表示 这反差太大 让人心里不舒服 还是建议他休息停泊一天 可张婷却突然在直播间大哭了起来 表示自己一年365天工作了356天 每天六点起床 工作到十一二点 一番大吐苦水以后 大多数的人的感受是 每份工作都辛苦 你说不了可以不做 有这时间哭诉还不如 下坡休息一天 这就是成年人的现实 付出和所得都是自己选的 早出晚归 拿出几千块工资的人 没话说 张婷身价上亿 却卖惨 得不到好脸色 也能理解 除了哭诉自己的不容易 张婷还打心底里心疼老公 林瑞阳 前段时间 林瑞阳被爆腿伤 越来越严重 走路不仅要主拐杖 还要人搀扶才行 甚至一个很小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明明才60出头 却像90岁的身体 因此张婷直接在活动现场泪崩 满脸都是悲伤和心酸 可是跟上一个行为一样的道理 在苦在泪 大家都是为了什么 不都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过更好的日子吗 张婷夫妇之所以可以把自己的产业做得如此之大 就是因为两口子很懂营销 什么方法奏效 他们就马上付诸行动 先是自己做宣传 后来拜托一些圈内好友 帮忙自家产品打广告 再后来加入直播大军 当下流行 供应链透明化了 夫妻俩又新制动中的跑去工厂搞拍摄 化妆品生产链和普通的服饰生产链不一样 即便不了解 很多人也不知道生产化妆品的地方 对于工人的穿着以及生产环境 是有所要求的 但是张婷进入生产线时 不仅没注意穿着 戴口罩 还带了很多人进去拍摄 在工厂 夫妻俩还不忘做宣传 直接在镜头下表演喝自家的产品 然而网友们看到后 不是信赖认可 而是有的人觉得他们不专业 有的人还质疑他们喝的 那个瓶子是空瓶子 之所以处处被质疑 想必是因为两人的各种 从人设到企业产品的宣传 有些过度了 作为商人 最被看重的品质就是真诚 但是有一次张婷想要立个人设 却被儿子当场拆台了 本来张婷是在推荐一款厨具 想要得到大众的认可 那一定得自己用过 试过别人才会相信 张婷也展现出自己 贤妻良母的一面 没想到儿子冲上来后 直言妈妈不会做饭 张婷一听赶紧解释 谁说我不会做饭 还赶紧跟儿子说 你出去你出去 但是儿子跑过来又认真的 小声的说道 我妈妈真的不会做饭 张婷直接被拆台 场面有点尴尬 而这种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之前在节目里 张婷还问老公林瑞阳 你说我嫌不嫌惠 结果儿子抢答 不嫌惠 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件事 但足以见得一个人的真心 这种事情发生多了 不知张婷在推荐这些家具用品时 观众心里会怎么想 张婷夫妇能够把事业做得那么大 还有个原因是 他们每次谈到初心都颇现格局 比如另一位娱乐圈的女强人李湘 就曾和张婷探讨明星从商 这个问题时李湘就表示 大家要么是觉得这个职业是 吃青春饭的 所以长远考虑便开始走商业道路 要么就是想要证明自己 觉得自己除了演员 做歌手以外 还有经商头脑 但是张婷当时就深表不同意 她说自己做这份事业 为了做善事 很明显当场很多嘉宾都不认了 主持人直接拆台做善事 然后还要搭进去一分钱 李湘更是犀利 那你的营养品应该不要卖 送就好了 当然不得不承认 张婷夫妇在多次捐款中 的确奉上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令人钦佩和感动 但是一马归一马 这一路走来 夫妻俩为了赚钱 很多行为的确是败掉了不少好感 所以如今被查 很多网友才表示意料之中 足以见得他们在大众心目中的口碑 已经不比从前 有个词叫做适可而止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度 有利于保持初心 要是过了那个度 很多人不知不觉就走向了危险边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